吃到这个槟榔的这种倒吊子呢 真的是不是会让人羞克成了植物人 我们来看到是高雄市这名51岁的男子 就是因为吃了之后呢 出现了严重的心律不整羞克现象 虽然松衣抢救 但还是很不幸的成了植物人 倒吊子被称为槟榔中的槟榔王 吃了会头晕冒汗以及血压升高的威力 比一般的槟榔还有强 什么是倒吊子呢 所谓的倒吊子是尾部向上 跟正常生长方向相仿的槟榔 大约15穹中会长出一颗 平均是3000颗的槟榔中会出现一颗 建议不要说倒吊子 有的人建议在補槟榔 他拿一下他对这个槟榔就有这个斑白的经验 而高雄市这名吃到倒吊子成为植物人的男子 一位好奇尝试去吃倒吊子之后 严重心理不整 送到医院经过多次的电脊 医药物抢救最后还是成为植物人 已经呈现了心脏跳动停止的现象 经过急救以后 那在心电脱上呈现非常危险的心室纤维性的弹动 经过医院检查 發現倒吊子的蓝蒋 Dios 会导致剖膏胺神经会过度反应 才会产生心率不整的现象 蓝成蓝激 变蓝刺Е 这个会刺激到我们人体的 żed 咖咖咖 overcoming 阻填 屏東八達